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Brandt 这个美股的三大指数 今天是出现了暴力的反弹 在昨天的步步为营的节目当中 和大家我们讲过 暴力反弹的一触即发 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 它到来的这个点在哪里 有的时候可能盘中时间还是涨 有的时候隔夜给你跳涨 今天就是隔夜也跳涨了 完了盘中也继续的往上去走墙 我觉得昨天的节目当中 也和大家真想过 今天如果看见了上涨 有的时候不要害怕 要敢于去进行一个追涨 待会我们会来复一下 今天的交易 从30分钟的图形上来看 纳斯达克接下来的压力点 我们指向的是12,560 差不多这个位置 对于QQQ就是305 306 差不多的价格 这里再往上是一个压力点 这是第一个目标的压力点 还是有上涨空间的 还是可以倾向于往上涨的 今天大盘涨了这么多 但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是在往上走强 所以大家脑海当中要记得 以后不能太把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和股市的涨跌做太多的挂钩 前两天国债收益率下跌 股市也下跌 今天国债收益率上涨 这个股票的价格也大涨 这是如何解释 所以以后大家就不往上就靠拢就可以了 很多的那些二线的科技股涨的就很多 AFRM U这种的 这都是今天是迎来了比较暴力的反弹 看起来都没有结束 反弹应该还是会延续的 但是WASAB的股票但是不太行 比如说AMC 比如说GME 今天的大盘都是在盘中时间段后期开始往上涨 他们还呈现了一个下跌的状态 所以说他们给大家呈现的信号 这些不是好的抄底的产品 那些二线的科技因为业绩暴跌的U Coinbase Robinhood 还有什么Snow AFRM Roblox 这种东西应该是大家的选择 你要是真要抄的话 应该是选选这些产品 那么我们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一开盘我感觉 ARKK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涨不上去 在这一块的位置感觉有点动不了 所以我一开盘的时候我就买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交易 这是星期四的到星期五 这是我的 早餐一上来我买了200SARK SARK就是反向做空ARKK的产品 我是在这一块进场的 但是后来进完之后 大盘那个时候纳斯达克一直在这里抖动 我就感觉好像不太妙 好像这个地方就是要上升三角 要向上去突破的状态 再加上我们之前讲说这个市场 如果真的要涨 其实是可以一眼看出来的 怎么能看出来 以前咱们说这个市场往上涨的时候 真要是今天涨成这样 它不歹是这么个造型 咔咔咔一顿抖 然后才能上去 但是今天大家明显能感觉到 是不是直接就给推起来了 然后高位横着就不下去下跌 所以我一看这个状态的话 我们反手就买了1500的TQQ 做一个比较快的超短线 31块3毛2买的 然后我们在31块9毛5 从这块买进来之后涨上来 31块9毛5减了300股 减完300股之后 我又顺便的又把SARK就给止损掉了 这个SARK今天我早盘买的是有亏损的 然后我就留下来了700股的TQQQ 后来加了点盘中时间段买了点Uber 然后后来30块8毛5的时候就这个地方掉下来 我们又重新买了30块8毛5的时候 重新把这个TQQQ又给买进来了 继续的做一个差价 所以这个点买的还是不错的 一直到尾盘拉起来的时候 我们是把这个350给它进行了一个清仓 然后留下来700股过夜 所以今天的尾盘我们是留下来的700股 下个周我的想法就是打到305这个地方 我会把它给清仓掉 我可能还会再继续的买SARK进来做一下空 因为打到305这个地方的止损点就比较明确了 就305就止损呗 有能耐突破的话我们就赶紧止损掉 305这个地方做空 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事情 因为止损点比较牢靠 我的选择可能还是会是SARK 所以大体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目前我是持有了多头过夜 所以下个周一旦涨起来了 我肯定是有利润的 我把那个利润了结了 我再来做空击变亏 也没什么影响 所以整个就是这么一套流程 好 原油大涨 涨了4% 5月20号欧派克会议是近期原油的一个拐点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会影响到通胀 产量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黄金进一步的下缩 但是我感觉黄金差不多了 基本上快达到支撑点了 好吧 行 反弹 今天有一个很重点的问题 就是没有成交量 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市场的反弹的成交量是不足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 成交量这个东西也不见得就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打2020年3月份最下来的这一波 最大的这一波下跌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反抽也是没有量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3月24号这一天 那斯达克 它的量 它是没有量 就出现了一轮大幅度反转 史诗级别的上涨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量 较比那个时候也大了不少了已经 所以说没有量 这个不是重点 不是重点 我们还是看图说话 但是成交量暂时放一放 尤其是美股 上涨有的时候它不需要量 它会资金是缓慢的去进场的 最后要提醒大家 我们在本周日会有一场讲座 是由Jason老师来主讲禅论的这个课程 大家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800958-8561 或者是扫这个二维码 ChineseFN2022来报名这个周日的讲座 好吧 我们周日见 谢谢大家